哈囉大家好我是蒟若 這次要講的主題是 台灣佛道教的優缺點 首先我要跟大家說一件事 因為有一些人分不清楚 佛教、道教和民間信仰到底差在哪裡 蒟若在這裡向大家保證 絕對不是差在鼻孔裡 佛教的起源在印度 也就是唐三藏取經的天竺 講究的是個人的修行 而且正統的佛教是 不持香、不拜拜、不燒紙錢、不拔杯 老大是釋迦摩尼佛 修行人如果是男性的話 我們稱他為比丘 如果是女性的話 我們稱他為皮卡丘 不,是比丘尼 佛教的建築名字的後面 通常會有一個寺 像是少林寺、龍山寺、觀音寺等等的 道教的起源則是來自中國 講究的是儒、道、末法 修行人我們稱他為道士 道教的建築後面則會有一個公字 像是正南宮、指南宮、行天宮等等的 而民間信仰則是依照各地的歷史 以及文化而有所不同 不過大部分是以敬拜鬼神 來求自己想要的東西為主 而各行各業都有不同的神要拜 不過說的可能講不清楚 所以蒟蒻決定要用唱的 音樂開始 丟個例子來說 醫生、物生、病人要拜華陀 而警察、流氓兄弟則要拜官公 商人拜財神 好傳的拜媽祖 如果你是簡張單位你就要拜包公 那魯班才來拜 當然是木公 房中業者二話不說一定拜土地公 學生和老師 立場並不同 可是都要去拜孔老父子 空空空 土徒拜韓信 而保全拜門神 如果從事罩子業你就要拜蔡倫 諒決拜李白 因為他是酒神 婚姻要拜月老 不然你就一輩子單身 通訓業者要拜千里眼和孫風兒 各種行業者要拜天蓬雲 算出八戒 運輸業 拜能榨子要三類子上身 就算開飛機也簡單好像開轎車 不過說真的 在台灣這三種不同的宗教 其實已經全部混在一起了 形成很獨特的三教一體文化 接下來我們就簡稱它為佛道教 佛道教和西方宗教最大的不同 就在於佛道教是屬於萬神教 每個神都有不同的階級和專長 比如說你想求姻緣 你就不可能去拜關公 因為關公可能會傷你一巴掌 叫你去死一死之類的 而土地公就類似里長這樣的職位 他的管轄範圍就沒有那麼大 也比較合乎常理 不像西方的一神教這麼誇張 一個神不只管一個國家 還管到整個宇宙去 比住海邊的人管得還要寬 西方也因為一神教的關係 排外相當的嚴重 我曾經認識幾個基督徒 上下班刻意多照了二十幾分鐘的路 就是為了避開沿路的寺廟 換算下來一年至少浪費 九十幾個小時的時間還有油錢 所以你會發現拉佛教徒去教會容易 但是拉基督徒或是穆斯林去寺廟 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 雖然佛道教看起來比較合理 因為強調因果輪迴 做善是上天堂 做壞是下地獄 跟你信不信神沒有太大關係 不過有一件事我真的覺得非常有必要去改善 那就是燒紙錢 你們知道光是台灣一年就燒掉大約十萬公噸的紙錢嗎 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和造成空氣污染不講 換算下來等於每年有兩百萬棵樹 是被燒掉無法進行回收的 而且燒紙錢的習俗來自於一個很蠢的故事 傳說大約一千九百多年前 也就是蔡倫剛發明紙的時候 有不肖商人因為紙賣的不好 所以上演了一出老婆假死的戲碼 老公哭的死去活來了 然後把賣不出去的紙拿去燒 結果燒一燒老婆就活過來了 天啊傑克真是太神奇了 原來陰間都是用紙來當貨幣的 可以用來買回一條命 所以從此大家就開始幫死人燒紙錢 不過再也沒有死人因此而活過來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如果這些錢真的可以在陰間使用 那每個月的初一十五 尤其是每年的清明節還有鬼月 他們就會面臨極度嚴重的通貨膨脹耶 而且如果燒這些紙紮的東西 可以變成真的物品的話 那整個陰間應該會看到很多紙紮真人 這樣的審美觀想一想真的蠻可怕的 而且除了東亞和東南亞這幾個有在燒紙錢的國家 其他國家的鬼魂應該早就餓死了吧 最後提醒大家 種一棵樹然後等它長大 絕對比不上我們現在砍樹的速度 地球現有的樹木也預計會在二十年後被砍完 想想看你們家有多少木製品 雖然有點來不及了 但是能救多少就救多少吧 這次的個人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橘若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用的情報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橘若碎碎唸 我們下次... 見